师父们慈悲,大众慈悲,同战道友慈悲 我们参战提问话头起疑情 你以前没有收,没有放,没有好坏 现在就是离开相对,就是波罗的印 我们的功夫提问话头起疑情 就是帮助我们扫掉执着 过去的事情分别 执着现在将来的安排 想要都是在所求上 在妄想上 都是那个淫妄想 求不得 然后生出来烦恼 安排不得 就生出来很多那个烦恼 散禅的方便 就是帮助我们回到自己的正心 金刚经语说 过去心不可得 现在心不可得 将来心不可得 因为我们建固在自己的我之无名 有所 有能有所 由我得到或者不得到 生或者失败 一切都是妄想无名 所以生出来无量生事的烦恼的执着 让我们在轮回 生死轮回 无量生事 现在这个真法是帮助我们 回到自己的正心 过去已经过了 现在都不证实 将来还没到 那就是提醒我们 但是我们一直知道 就知道 晓得就晓得 但是一直都分别在现在 一直被堵在烦恼 痛苦 那现在怎么办 怎么可以少掉 那个我之无名 只有 实行 实行 不是对之 并不是 过去已经过 现在都在现成 一个事情来发生的话 认为是好 那就是好 认为是坏 那就是坏 都是认为心 一切都是因果 我之无名 没有其他 所以我们 常常 共不常常 帮助我们 破那个 我 那就是 过去不可得 现在不可得 将来不可得 因为我们 得在 一切 太多 所以 生出来烦恼 烦恼的根本 就是我 这一切烦恼无名 说 般若 都是方便 可以说出来的话 都是分别 因为 因为有病 就要利用 利用每个药 来治病 就是一种 方便 那好像 标约子 一切都是 方便 那我们人生 就是有很多那个 经验 有很多种种的 事情发生 生出来很多烦恼 所以我们要修行 所以才有那个 一个门 进入那个 正法 修行 来解脱 生死 少掉 烦恼 我觉得 但是 要有那个 痛恋生死心 要发展那个 通恋生死心 一定要 发展自己的 道性 得道心 哭沙 发 心 发 菩提心 行 菩萨切 一切都是 讲那个 无我 破我折 的意思 我们下功夫 都是因为 这个目的 探学 都是因为 这个目的 每天 就 你 那个 我之 无名 所得 所求 所怕 过去 现在 将来 用 用那个 功夫 来 少掉 用 利用那个 我植物名 发 发 那个 就是 道行 来下功夫 对 对 我 的 只不 过去 还 没有 除了 我 有 有 就 要 小便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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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将来 一切都是种种的烦恼 电倒 定出来很多那个错误的方向 那就对于这人生 得到这个 人生很可惜 很遗憾 现在是问华世界 有位女士 再问 今天我要分享 请师父 帮我们 帮我 帮一位善就是开始 这位善就是没有在任命用上 但是我会用着这个法话 发给这位皮修理听过 这位皮修理 常常一段时间 但是都是在那个教门 的寺库来修行 不是在一个就是专业擅长的寺庙 是顺库餐话头 父母还没生出来的时候 我的本来面目是怎么样来的 后来这位皮修理 后来这位皮修理 这位皮修理 就是说 他的问题就是说 很想在寺庙里修行 但是因为生病 身体不好 所以 不好意思在寺庙里 怕可以 怕破寺庙的规矩 没有跟大宗修行 根据时刻表 把寺庙的时刻表来修行 所以要离开寺庙 自己去养兵 请师父 开始这一点 师父说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环境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 习气我折 障碍自己的道性 障碍我们 如果可以少掉一切 不怕 不知在 那个 圣兵 那个身体 圣兵怎么样 或者 不知 自己怎么样 本 或者什么问题 都不用管 一直 下功夫 我们一直来 希望有一个 环境 很想有一个环境 来修行 根据我们的要求 但是其实一直来不得到 没有一个环境 完美 跟着我们的信息 好像说 因为我们很有分别性 所以 如果 如果 假如 圣在 佛的 时代 祖师的时代 有 丛林 有佛 有 祖师 有 善知识 但是 其实都有很多很多 整种的问题 可以发生 不能 十分 完美 跟着我们的 想要 这就是 众生的性病 分别 在什么地方 都有病 因为它就是性病 所以我们要知道 那就是性病 是我觉 无名 我们要运动 这个 正法 用那个 共复 牺牲 行菩萨 下街 忍 来修行 不要 因为 一句 一句话 或者 什么问题 不合一我们的 自己 就是不管 什么事情 发生 都要 记得 用这个 正法 来 修行 好像 来过 祖师说 正常的 残者 如果得到 那个 自己看到 自己 不比一个人 好 就是最差 最差 最差的 就是对 祖师 常 有相应 这一句话 最后 对 这一句话 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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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那些人带闪想,给人带闪想,中文字带闪想 发生可谙的关系 也在那些人带闪想, numerous人带闪的关系 就是说现在的时代 离开丛林很容易 一讲出来遇到什么环境 不好的环境说出来就有人帮助 但是其实那就是不好的因 因为那个道性弱 所以在丛林 在寿庙里 不能跟着 丛林的时刻表 如果我们的道性强的话 什么环境都可以 不管身体怎么弱 怎么胜病 比方说 虚云脑合伤 到高明师打气 身体弱 生病很重 但是 有那个很强的道性 我们一直到高明师来下功夫 来打气 到第三期就 爱悟 所以说要有那个道性 他就说我们 如果害怕 如果害怕 怕缘 怕环境 还有害怕就是我主无名 这一生都不能得到成就 不是 不是住在 跟着大中 住在一起 不是 叫大中来 教育我们 就是 靠大中 来修行 就是 不能上讲 但是留在疗房里 听到那个法器 看到大宗修行 都可以 发展自己的信力 不敢懒惰 就是那个强的道心 就是说 在丛林 影响得到我们 自己的信力 在长堂 比较 在长堂比较好 对其他的叫门寺庙 只有早上上课 还有下午 诵经念经 其他时间没有功夫 没有下功夫 那我们的心 我们的意识 如果没有功夫的话 很容易被 那个 我中 辣去 被堵在那个背观 因为没有那个 大宗德力 修行德力 那就我们回头看 Yip东野 就是一位印度的主事 八十岁 下功夫 三年 三年就开悟 三年就开悟 在三年里没有坦下 地下 一直用功 三年就开悟 他说 他说 比我 身体好 但是为什么 没有那个 性 不够那个性命 来下功夫 其实每一位主事 都 教育我们 要 用功换刀 要下功夫 如果有 通年生死性 大 一切 问题都可以 少掉 都可以 现在就知道我们自己的时期 或者我们的问题在哪里 现在就 改错 就是改变 才来得及 好像 释迦牟尼佛 大的皇宫 和 完美的家庭 一切都可以放下来 讲那个 条路来 修行 来解脱 圣事 过去不要追求 现在不要分别 将来不要 安排 没有分别 好坏 一直向 道来 行 那就是没有分别 行 所以说 在什么环境 都可以下功夫 主事 都有 说 在丛林 有种种的 问题 发生 障碍我们 但是 一切都是 帮助 放边 让我们可以 嗅 自己的 我质 就是利用 自己身上身体 就是利用这个生命 来下功夫 而领会得到佛 主事 的意识 发现自己的 旧心心 到时 分享 如果这位脾气 你还不清楚 都可以 再请法 现在已经到时间 再见 南无本师 释迦牟尼佛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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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